撒娇匠人、少女时代儿、全志龙等韩国爱斗必备的三大法宝。 放我隐阵楼。 说到撒娇,除了在我心里收藏、咕咕嘎嘎、帅帅帅之外,你还知道什么呢? 这一期来为大家介绍南韩撒娇精爱豆的三大法宝。 学会这三首歌,你也能变身撒娇匠人。 可爱送。 1加1是小可爱,2加2是小可爱,3加3是小可爱,小小小可爱小小小可爱,4加4是小可爱,5加5是小可爱,6加6是小可爱咎咎咎咎咎我是小可爱。 可爱送大家都听过吧? 虽然已经是好几年前流行的了,但是只要1加1的前奏一出来,还是会让人自动反应Kid my mommy。 这首歌的重点是要活用你的手,用1,2,3,4,5,6配合可爱的表情白Pose。 还有最后的highlight是亲手指。 Kid my mommy撒娇法不仅要少接仪,男女同吃,还能帮你动手动脑,促进血液循环,由于身体健康,快跟助爱豆们一起做起来吧。 告白送 那什么我有话想对你说,那什么我喜欢你,这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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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就是这么的喜欢你。 告白送这首歌的甜度足足有100分,既能撒娇,又能表白,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神奇魅力。 这首歌的point在于结尾处搭搭,两声然后指向对方,发射无敌激蒙光波,看的人会有一种被射中的星空感觉。 甜蜜蜜的发音也是告白送的关键,撅起你的嘴一起来说出就挖黑这个单词,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洪荒之萌了吗? 欧巴雅 欧巴雅 欧巴雅,我有了一个真心喜欢的人自己一个人苦恼,生病了一样好像快要死掉了所以终于说出口,隐隐约约在我眼前晃动的帅气的顶旁,总是在我耳边营绕住的湿润的嗓音。 欧巴雅 欧巴雅是最近兴起的撒娇众,虽然原曲是女生唱的,但是男生做起来也别有一番可爱呀。 欧巴雅 欧巴雅 今天的撒娇教室就到这里了,你还知道什么经典撒娇?欢迎在评论告诉小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